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 我们已经更新了以下值得关注的信息 突破一亿大关,一项令人瞩目的壮举已经被记录下来,吸引了公众和媒体的关注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令人钦佩的成功? Shin'的知名度超过4000万Shin'的杰出和吸引力不断增长,使他成为受到广泛欢迎的明星 让我们一起揭秘他取得成功的秘诀 肖战创下了新记录 这位男演员的名字已经载入历史,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 我们将一起探索他的故事和令人瞩目的成功 此外,在今天的新闻中,我们还将深入探讨一个问题 为什么为杨毅博之偏爱T.R.耀利颖 这位演员与才华横溢的女演员,T.R.耀利颖之间的感情和特殊关系在娱乐圈引起轩然 我们将为大家提供一些有趣的答案 让我们一起期待并了解更多关于今天娱乐圈中值得关注的新闻和有趣故事 谈目破一亿,时影热度破4000万,肖战创记录 玉谷摇这部备受关注的电视剧中,肖战饰演的时影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这部电视剧不仅在腾讯视频站内获得了极高的谈目互动量和角色热度 同时也创下了2023年腾讯视频谈目互动量最快破亿的记录 时影角色的扮演者肖战也因此备受关注 成为了腾讯视频站内角色热度历史首位破4000万的演员 时影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角色 她不仅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 还非常注重道德和良心的准则 在剧中,时影经历了许多挑战和考验 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则 她的每一次选择都充满了对正义和良知的坚守 这种精神也深深打动了众多观众 故事中,时影是一个绅士复杂的角色 她生长在艰苦的环境中 但却没有因此而气馁 相反,她用坚韧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勇气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她的目标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和挚爱争取幸福 更是为了天下所有的众生谋求公平和幸福 随着故事的深入 时影在为人处事上也表现出极高的情操和胸怀 她善于同情他人 乐于助人 对于弱势群体和正义的事业 总是义不容辞地伸出援助之手 她的行为不仅展现了一个英雄角色的风采 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对于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时影所传递的价值观也在现实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共鸣 她的担当精神和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品质让观众深受感动 同时也激励了更多人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和社会公正的推进 肖战作为演员 成功地将时影的形象展现得深入人心 她的精湛演技和对角色细腻入微的李洁也得到了观众和业界的高度认可 她不仅在表演中将角色演绎的生动有力 更在与观众的互动中展现了与时影相似的温暖和正能量 让人们对于这位演员本人也充满了喜爱和支持 预估遥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阵容在影评上 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成为了一部备受推崇的电视剧作品 时影这个角色将继续在观众心中闪耀 而肖战也将因着这次精彩的演出成为腾讯视频站内角色热度历史首位 破四千万的演员而涌在史册 在剧中时影与朱颜之间的感情线也是非常精彩的 他们的感情经历了许多波折和考验 但最终在共同经历了生死之后 走到了一起 这种感情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也是观众们非常喜欢的一条情感线 除了情感线之外 剧中还有许多非常精彩的场景和画面 比如时影在面对敌人时的英勇气概 她在梦中的幻境中的奇妙经历等等 这些场景都让观众们感受到了剧组的用心和制作的高水准 在剧中时影所代表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精神力量 她的勇气和担当精神不仅感染了剧中的其他角色 也给了观众们很大的启示和鼓励 尤其是在当今社会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的富足和科技的发展 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和引导 在玉古瑶的制作过程中 导演蒋家俊对每一个细节都非常注重 她对角色的分析和解读也让人深受启发 她认为 时影身上的心怀天下苍生 敢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是人物最大的闪光点 她希望通过玉古瑶 将这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传递出去 谈目破一亿 时影热度破四千万 肖战创记录 总的来说玉古瑶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视剧 它不仅有着精美的画面和优秀的演员阵容 更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通过这部剧 我们可以感受到东方式的美学理念和情感表达方式 也可以从中学到勇气和担当精神的重要性 在当今社会 我们需要更多像玉古瑶这样的电视剧 它不仅可以带给观众们娱乐和享受 更可以让观众们感受到 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精神力量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电视剧出现 为我们的文化事业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 同时玉古瑶的成功也让我们看到了肖战 作为演员的实力和潜力 她通过自己的精湛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 将实影这个角色演绎得非常精彩和生动 她的表演不仅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实力和魅力 也展现了她对演员这个职业的热爱和追求 在未来 我们期待肖战能够继续在演艺事业上发光发热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 同时 我们也期待能够在更多的领域中 看到像肖战这样的优秀人才的出现和发展 为我们的社会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 总之玉古瑶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电视剧 她不仅有着唯美奇幻的画面和优秀的演员阵容 更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在娱乐和showbiz的世界里 有很多备受公众喜爱和喜欢的知名艺人 其中一位就是王一博 她是中国电影界的男演员 歌手和才艺主持人 然而 在众多才华横溢的人中 她与漂亮而有才华的女演员赵丽颖合作并相遇 总是优待她 并共同参与了许多项目 王一博和赵丽颖曾经在很多电影和电视节目中 共同担任主角 这让很多人对她优待和特别选择 她作为合作伙伴感到好奇 有一些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优待 首先 可能是因为在许多项目中的合作 带来了很高的效益并吸引了众多观众 王一博和赵丽颖在荧幕上的组合 确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带来了超乎预期的成功 两人都有着出色的表演能力 在情感表达上也能够和谐相处 同时拥有迷人的外表和魅力 这种组合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成为粉丝心中的完美搭档 其次 两人在合作过程中展现出真挚的表演能力和情感 这也创造出王一博和赵丽颖之间特殊的互动 这帮助他们轻松地创造出令人发笑 浪漫或感动的情景 而不会给观众带来虚假的感觉 这种形象激发了观众的共鸣和感情联系 让他们感觉好像在见证真实的生活 感受两位演员之间真挚的情感 第三 这种优待也可能源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关系 在娱乐圈中 建立良好和可靠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王一博和赵丽颖可能已经建立了亲密 尊重和支持对方的关系 这使得他们愿意在工作中合作 并在表演中表现出对对方的优待 此外 王一博的优待也可能是营销和宣传策略的一部分 用来推广他们参与的艺术项目 打造一对知名且受欢迎的组合 将吸引媒体和公众的注意 同时为他们参与的艺术作品增色不少 然而 我们不能确定为什么王一博 优待赵丽颖的确切原因 可能有许多因素和不同因素之间的结合 从表演能力到现实生活中的关系 从商业目标到在艺术项目中的合作 无论如何 王一博和赵丽颖之间的优待和合作 已经在粉丝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且肯定会继续成为关注和喜爱的焦点 我们也期待这两位艺人将继续为观众带来充满创造力和令人期待的艺术作品 继续研究王一博和赵丽颖之间的喜爱和优待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艺术领域的许多成功和发展 在许多艺术项目中的合作使得这两位艺人成为中国showbiz中备受喜爱和喜欢的知名搭档 这不仅帮助他们在娱乐圈中走红 还有助于推广他们共同参与的电影和电视节目 这种优待不仅仅局限于工作领域 还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相互的行动和赞美 他们经常对彼此坦诚相待 在生活中分享喜悦和悲伤 始终彼此尊重和关心 这些行动让粉丝们对他们之间的良好和真诚关系产生信任 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粉丝社群 王一博和赵丽颖不仅仅是一对备受瞩目的表演搭档 还以善心和积极的社会活动而闻名 他们经常参与慈善活动 为社区做出贡献 帮助那些困境中的人 这不仅展现了他们的良好品质 还塑造了一个积极 值得钦佩的形象在公众心中 总的来说 王一博对赵丽颖的喜爱和优待可能来源于工作上的和谐 个人间的连结 优秀的表演能力和他可爱的性格 这不仅对他们艺人生涯的发展有贡献 还有助于塑造他们在粉丝心中的积极形象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showbiz是一个复杂的领域 有许多因素会影响艺人之间的关系和合作 这可能包括艺术市场的变化 商业利益 或者是个人之间或管理公司之间不明确的矛盾 因此 我们不应该过于自信地断定王一博优待赵丽颖的具体原因 而是让他们保留一些私人秘密 并享受两人之间真诚的情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